精明投资融入社区 我是您的温哥华地产经济 Steve曲杰纯 俗话说得好 再穷不能穷教育 很多人来的西温市 为的就是良好的教育 不单单是私校著名 公校也永远是排名前列的 但是千万不要这个事情忽悠了 我们经常说买学区房学区房 怎么说呢 你买了学区的房子 你却并不一定能上到 它所谓的对口的学校 比如说我们这个学区 West Bay 你可能要等很多很多很多年 你才能排到你孩子的位置 同时中学也是一样的 我只能说 如果想要买学区房的话 一定要趁孩子年龄小的时候 这个样子才比较好 因为越小的时候 招生的数量越多 你才更容易进到一个学校里 同样这个概念呢 也适用于私校里面 在西温哥华最出名的两间私校 Colinwood和Margaretwood 当你在kindergarten 也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去考入 你的成本可能是几十 甚至上百倍于 当你在其他年纪考入的几率 今天呢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 他就是Colinwood的 学校的学生家长 我们一起来聊聊 在西温华 Colinwood的私校生活 是什么样子 说到西温的房子呢 就不得不提学区的问题了 西温呢 有著名的公校 也有最著名的两所私校 Colinwood和Margaretwood 我身边呢 就是我的好朋友Angela 她是西温最著名私校的 Colinwood的学生家长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西温的温茶里 这里是当地特别出名的 一所中国茶室 我们来一起聊聊 关于学校的话题 我们有聊到西温的学校 不论是公校也好 私校也办 西温的排名呢 都是很高的 我们今天呢 就不说公校了 我们来聊聊西温的私校 西温最著名的两所私校呢 就是Colinwood和Margaretwood 我今天呢 就邀请了我的一个好朋友Angela 来跟我们聊一聊 西温私校 Colinwood的学校里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Angela 我是 大家都知道西温有两所私校 一首是Margaret 一首是Colinwood 然后我是来自于Colinwood的 因为家长 这个其实呢 Colinwood我们也经常就会见到 他们的小朋友 都很优秀 因为在西温做社区活动的时候 经常会有Colinwood的学生 来到我们这里去做表演 但是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聊的话题 就是说 既然说刚才提到了公校和私校 就是您觉得私校 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呢 说为什么您会去想到 去申请西温的这所私校呢 对 所以带我孩子申请私校的前期 可能我也做过一系列的一些调查 和简单的一些简单的了解 那么私校这一块呢 我是知道 首先他的师生的比例 就是可能会比公校要高很多 这样可能对于每个孩子的 关注度会更高 特别是像我孩子那种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focus 在他自己特别的那一方面 他比较喜欢学术 那可能他自己在学术上面 比较用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其他的方面他就会有一些些忽略 那私校的老师会很快的就跟他有时候 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聊到他怎么样来做到更加 well rounded 这个可能是咱们学校就是一直给孩子灌输的一个理念 因为我们学校可能从学校的那个网页上可以看到学校里面 对于孩子他可能是有几个方面的要求 那更多的是希望孩子是能够更好的 就是有三C 一个是courage 一个是curiosity 一个是community 那么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 这三个方面做得更好 特别是我们学校就是做社区方面 对于孩子在社区方面是可能活动是做的特别多的 所以我觉得我孩子在进入Callingwood以后 可能他之前对于社区服务啊 这些概念可能不是那么很强烈 那他在进入Callingwood以后 因为就是经常老师会跟他们有这样的交流和灌输 所以孩子会在这方面特别特别的有 就自己有一个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 应该说是社会服务意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进入私校以后 因为老师跟孩子的交流特别多 可能孩子获得的这些信息和更加完善一点吧 孩子会更加知道我怎么样来让自己做得更 更加就更加能够适应将来走向社会的一些需求 其实是这样 我们经常说要融入社会嘛 其实融入社会最好的不是长大了之后去做什么 而是在从小他就对这个社区有一种归属感 这样是最好的 而且我听说好多那种十一十一上年级的学生 也需要这种社会服务的时长 然后来作为他们大学申请的材料 对我们学校是就是一般是分为 小学部和中学部 那到了孩子进入八年级以后 到了中学部以后呢 可能学校对于孩子的一工时间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可能每年孩子你是需要达到 每一年每个学期是多少个小时的一工时间 那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之间互相之间 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 就是可能他的一工时间比我多 但今年学校里面有一个一工的awards 那孩子就互相之间会比拼 所以这个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吧 大家之间都会更加的去趋向于服务社区和服务学校 这样的一个先是服务学校的社区 然后可能再走到更大的就是咱们整个西温的社区 然后学校会提供很多很多 就是学校有一个网站是给孩子们自己看的 那这个网站上面经常会有不同的 比如说海边捡垃圾 或者是说去社区做一些服务工作 或者是图书馆有一些义务管理工作 那这些孩子可以经常update这些信息 在update的过程中呢 孩子就会知道我今天我做了哪些事 然后我一共的一工时间做到了多少个小时 然后我加起来的时间有多少 那我今年我为我整个社区做到的贡献是多少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吧 我觉得我不太了解其他学校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学校这一块是我进入Collingwood以后 我觉得感受最好的一块 大跟摹技术 我们常burgían交往来信息 我们需要 fleet 订阅 区域红架